早安 早安 我今天可以不要開鏡頭嗎 那還可以啊 好啊 還可以 Vila還好嗎最近 還可以吧 不曉得啊我最近在 情緒風暴裡 在什麼 在一個 情緒風暴裡 啊為什麼 我不知道因為我那個快來了 哦 對會哦 對啊 會的會多多少少 那 最近的經濟練習有沒有幫助你 一點點 哦有啊可是我最近有點 就是很容易 分心 然後我練瑜伽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 不好的情緒 那練瑜伽的時候 嗯 那練瑜伽的時候 出現嗎 就是嗯就是在 練瑜伽或是我運動的時候 通常我就是 只要身體有動都會很開心 但最近都是只要動啊 我就會覺得很沮喪 很很沮喪 生氣 很生氣 我覺得好像 就是感覺很不對 嗯 對啊 就是最近的 其實有時候 嗯 那就會需要先 就是要慢慢回去 當你進行的時候 你得就是再慢慢回去 對啊 對啊 比如說 嗯 因為 到底是為什麼 會有這些情緒 有時候 對 但是不能 不能在 呃 呃 情緒很高點的時候 哇 哈哈 哦 對啊 就是要讓他 先沉澱下來 對 希望他就是 稍微消退 一直到 欸 你沒有那種 那種 不舒服感覺的時候 然後才 對啊 我也覺得 嗯 我比較好 但是最近就是很浮動 不知道應該是 就是 在一個 我 可能覺得 我會變動很大的時期吧 所以我的心情 也跟著變動很大 對 對 對啊 變動很大 有可能 而且現在不是三集 又演了 對啊 其實我們還好 我們很早 很早之前就 就已經說到 期末 都不用去學校 所以 好像也沒什麼影響 只是可能 就是 要搬家什麼的 我不知道 對啊 就要再看看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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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底 六月底要搬家搬回去 對啊 就要再看看怎麼樣 然後我最近 才拿到我要去上海的offer 所以 哦 恭喜你 所以 所以我還沒有很確定 什麼時候 會過去 所以居然就是很多東西 還沒有很確定 但是大概有一個方向的 可是 可是 拿到offer就是 就是 就是 我昨天 因為我昨天面試完才剛知道 然後我要等正式的信來 才知道這個確切 接下來 我要這麼安排 所以 所以都還 大概知道 但沒有很確定 就是 就是在確定 提前 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其實是好的耶 因為他其實是已經 一個 一個確定的事情 對啊 只是就是 不知道台灣的狀況 會不會影響到 我接下來 所以我就覺得 可能 就是 就是要 喔 不過如果 沉著一點 就是對 可以試著更穩定一點 因為 呃 以事情來說 其實 都是已經確定的 對啊 對 然後 純粹是因為 純粹是因為 呃 純粹是因為 心 心境啦 會 其實什麼都確定了 你只要把心 跟上就好了 對啊 還有我覺得 就是一個很沮喪的一個心 因為我去年在美國 就是剛好 就是這個 像台灣現在這個情況 然後我要回來台灣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跟我的學生 我的同事 說再見 然後 然後我現在要離開台中 我也沒有辦法 跟我在台東 我朋友 就是 這 這幾年認識的朋友 對啊 而且我發現我們是同一年來台東的 真的齁 對啊 2001 對 2001 2006 是06嗎 喔不是喔 欸 不是 不是2016 對對對 我也是2016 2016 對啊 我也是2016來台東 酷欸 對 對啊 反正就是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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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嘿 如果覺得不開 也可以不用開鏡頭 像Vila今天 她就是也不想開鏡頭 也是OK的 好 好 那Agoness還好嗎 很好 最近有練習嗎 最近 呃 哈哈 哈哈 好的 哈哈 好 其實我覺得每一天啊 呃 進行的時間很重要喔 因為每一天 其實都應該花一點點時間啊 就是十五分鐘也好 十分鐘也好 就算沒有 五分鐘也好 就是你需要有一點點時間 讓你的頭腦 呃 重新開機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腦筋 我們很容易被腦筋騙喔 這是很重要的事 好 然後 剛剛我跟Vila 稍微小聊了一下啦 所以我 我們剛好聊到 呃 關於環境跟情況 我想要跟大家 我想要請大家認知一件事情 你的腦筋啊 會有一些什麼樣的感受 跟情緒 比方說 呃 你感覺到不安 感覺到憤怒 感覺到忌妒 或者是任何就是 你不是太喜歡 也不是太舒服的情緒 反過來也是一樣 包含你喜歡 跟快樂的情緒 也都是一樣喔 就是你的大腦 會有產生這些 呃 感受 跟情緒 是因為你的大腦 根據你過去的經驗 你過去發生的經驗 還有你是 過去發生的經驗 包括 你是怎麼長大的 你是怎麼被 你的 你父母是怎麼愛你的 你是怎麼被愛的 對 對 有關 好 所以 呃 你的大腦 嗯 你的大腦 久安 早安 早安 好 我們剛好開始在討論一些 呃 關於情緒跟感受 就是 你的大腦 就是你的大腦是根據 你過去發生的方面 嗯 好 去還有你 你的過去的邏輯 去面對你現在 發生的相似的事情 類似的事情 然後去做出反應 做出的感受 跟做出的情緒 好 那問題來了 你怎麼能夠確定這些情緒 一定是 對的 或者是一定是你想要的 或是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嗯 你就是要這樣的 所以大腦不一定是對的 呵呵呵 就這有 我上次知道的時候 我都覺得 嗯 那所以 你的腦筋啊 想出來的東西 不一定是 你不一定要 信任他的 你可以不要 好 那我們要怎樣不要 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有不要的感覺 不要就是 我今天不 我其實不希望 每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又再生氣 或者是我又再 有嫉妒的感覺 或者是 我又 我又有那個 我不喜歡的自己發生 嗯 或是我不穩定的自己發生 嗯 對 那就是 我們之前的練習 第一步是 你得先 覺察到 你得先發現 我這 我這次又開始這樣 然後 或者是這些情緒又上來了 不是我又有現在 我現在 好 又有這些感受 好 第二步是 接受他 就是 他跟所有的事情一樣 他會來 他也會走 嗯 看你的思緒一樣 你的思緒會進到你的腦筋 但他就像車子嘛 他也會開走啊 嗯 那是什麼讓他留下來 你自己 是你要上車的 哈哈哈哈 是 對 是你自己 要把這些東西 hold 在你的心裡 所以 很多人有時候會一直沉浸在這個情緒裡面 不好 或是自己不喜歡的情緒裡面 但是你總不想你其實在快樂的時候 你也是 你可以hold你喜歡的 情緒 你可以保留這些快樂的感覺 甚至一天延續它 讓你一整天都可以好快樂 甚至我可以好快樂一個月 光想到我就開心 你應該把時間花在這些東西上 哈哈 對 對不對 因為就是一樣嘛 一體兩面啊 嗯 對啊 那 好然後再回到就是 那處理那些不好的 就是我們 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是 就是 覺察到 你希望下一次 你在遇到同樣事情的時候 嗯 你的腦筋 不要想起你的腦筋 也不要再上車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練習 把這些情緒 然後可以覺察到 欸 我現在又有這個情緒 給自己一點時間 所以為什麼進行很重要 你需要給自己一點時間 給自己一點空間 然後讓你自己有機會 那些腦筋 持續的波動 有機會離開 離開了之後 你再重新想想看 那我下次遇到的時候 我要做一個決定 當我覺察到 你覺察到的時間會越來越短 如果你只要有練習 你覺察 你就會 越來越快的發現 越來越快的 在第一時間就可以做決定 嘿 我現在就有這個感覺了 好接下來 我要繼續這個感覺呢 還是我可以 我可以有另外的反應 因為那看你想要什麼結果 對 我想要的結果是什麼樣子 因為你有可能在工作上 你有可能跟家人相處 但是我們大部分時候 像我自己最多的功課就是 就是跟親密關係的相處 我跟我的先生 所以看你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 有信心 也帶著信任 持續練習 然後他會越來 他會反饋給你越來越多的 那這就是 我在上一次練習的文章裡面 我就有提到 所以第一步很重要的是 覺察 你得從生活裡面啊 包含你沒有在健身的時候 你就得覺察自己 你是怎麼呼吸的 你是怎麼走路的 你是怎麼從這裡 走到車子那裡的 你是怎麼吃飯的 而不是一邊吃飯一邊看手機 你 但你是在好好看手機 還是沒有好好吃飯 你吃進去 你都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你的覺察 得從生活開始 慢慢練習覺察 讓他越來越敏感 讓他越來越立即 就是 這是我們之前的練習 這也是盡心的基礎 但是 我也必須說啊 我們都 就是這麼多年長大 然後 這些習慣要慢慢改變 也不會 很立即 所以 給自己多一點 慈悲跟包容 就是陪自己 好好做這些練習 然後 對自己有耐心 你需要最溫柔對待的 就是自己的 對 然後所有的東西都是 把自己先照顧好之後 你才有能力給別人 所以我很謝謝大家 在這裡願意做上一次的練習 也就是 把回憶的抽屜打開 然後找出那個比較少 最傷害你的人 最讓你悲傷 最讓你感覺到悲傷難過於憤怒 跟崩潰的人 然後傳送愛給他 那 透過上一次的練習 跟大家的分享啊 我了解這真的是 有一些困難 在現階段的裡面 但是 我需要跟你分享的是 真的要有信心跟信任 信任這個宇宙 他們在安排所有的事 宇宙 不用他們嗎 好 這個宇宙在安排所有的事情 其實 你要 你需要知道的 就順流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嗯 他一定 有一些你還沒有完成的事情 或是還沒有完成的功課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事 都不用去想著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你會遇到這個 為什麼要讓這種事情一直發生 不需要 就是 覺知 接受 就接受現在這個情況 接受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情緒 接受現在的自己 好好抱自己一下 欸 也是 這是 一切發生都是必然的 然後 你放下這些東西之後 你才有慢慢的下一步 好 那之後我可以怎麼樣去改變 然後 找我希望的樣子 好了 那現在回到我希望的樣子 你得 你也得認知一件事情 你的實相 也就是現在的生活 你的實相 其實是你自己創造的喔 你的實相 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所以今天當 一個人 越能夠 覺察到自己 越能夠把 快樂跟 愉快 正向的感受 做更多的連結 跟串聯 然後他能夠 心懷感謝的 付出更多愛 的時候 這些反饋 就是 你創造出來的實相 好我剛剛說一題兩面 所以相反 如果你今天 一直 維持住這一些 應該讓他走的情緒 不好的情緒 負面的情緒 或者是情況 對 你會發現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你會發現你的實相 也會被你創造出來 就是hold著這些東西 不安定 不穩定 然後甚至你交到的朋友 也都會是 就是 很 很miserable 很 對 真的 真的 我個人的練習 跟我先生也是那種 比較容易hold住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最近很努力的在walk out 這些事 我覺得我們兩個反差就很大 所以我告訴大家 這是 這真的是經過我們的體驗 情緒的例子 好 然後 我 我在這邊很快的講一下一個概念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進到精神的練習 CP的上一次我說 關於愛 有時候我們會卡住在一個地方 沒辦法傳送愛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會被情緒拉住 好 剛剛 剛剛的體認你可以試試看 放進心裡去練習看看 覺察 然後 接受 原諒自己 然後 先把自己穩定好 也就是把這個愛先傳給自己 好 當你穩定好了之後 放下那些東西 放下那些 不好的情緒 頻段 操控 然後試著給予尊重 你得了解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做一些 他的 他想要 或是他認為那時候他覺得最好的決定 你也是 你得做出一個你對你自己最好的決定 而現在你的練習是 你能不能就是放下這些不屬於你的東西 你最後也就是一個宇宙中的存在而已 什麼都不是你的 對啊 所以就放下 就不要撐著 那 放下這些東西之後 試試看能不能懷著感謝 我講的感謝不是 不只是感謝那個人 你得感謝那個人當然 因為他讓你 你跟他遇見也是會有一定的安排嘛 就像我剛剛說的宇宙翻 這個順流你流過了 所以你感謝他 那個時候曾經在你身邊 給了你好的 也給了你不好的 好的感受 不好的感受 好的情緒和不好的情緒 好 然後你因為這個而有所成長 而來到現在的你 所以盡量懷著感謝去給予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回饋 那上一次也有提到愛這個東西 我很快講一下 像我們 當我們hold住這些不好情緒的時候 其實你愛的這個人 你把這個角色 變成課題為主 也就是這個人為主 但是很可惜的是 你沒有尊重他的自由 所以你把這個人 不當人 你當成他 也就是it 那 對 好那好 你可能是因為比如說這個人 這個it 這個人呢 他可能 我們用男女來講 假設你是男生 他可能很美麗 他很美麗 然後他是一個自由的靈魂 所以你覺得 你很欣賞他 你愛他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他的美麗不是只給你的 是會很多人也愛他 所以很多箭頭都流到這個人 這個人身上 他為什麼會變成it 是因為你想要佔有 這個美麗的東西 你想要hold 你想要留住他 然後你想要佔有他 所以才會產生後面很多 佔有 操控 跟基督 好那假設這個人 這個美麗的人 他給你了 他把他整個人都給你 所以他不再自由了 然後你會發現 他怎麼不再像以前一樣美麗了 他凋零了嘛 因為他沒有這個自由 你也沒有尊重他有這個自由 這個是一般愛的情況 很容易會講 就是我愛你 所以我要剝奪 剝奪你所有的東西 我也不希望你有你的想法 我也不想尊重你的想法 你就是要拼我的 之類的 好那比較好的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我希望大家練習 你去 你去愛他 你去欣賞他 你也 你甚至會因為別人也愛他 你一直感到高興 因為你選擇了這個大家都愛的人 所以你在這時候 你的你的主角就不是那個 不是這個it 不是那個對象 你的主角就會變成你 所以你是 你是這個主人 你是愛的主人 所以你會有很多愛給出去 看到這個差別嗎 這個是很多愛會流向這個 這個對象 然後這個是很多 你有很多愛 你可以給出去 好當 我們說負數就是獲得 所以當你給出去的越多 你的反饋 你的得到就會越多 所以你要你試試看能不能練習到 你可以就是放下那些 那些主觀意識那些頻段 還有那些腦筋 腦筋根據過去的想法 收集到的反應 讓你希望在你的現在給你反應 你記得 腦筋根據過去收集到的情報 然後給你 他覺得你現在應該做這個反應 你一定要相信他嗎 你可以不要相信他 因為他是根據過去的你 所以第一個你過去了 你已經過去了 已試就已試了 過去就過去了 你沒有辦法改變念 但是你唯一可以改變的是 你應對我現在跟未來的決策 所以 參考你腦筋過去了就好 所以讓他走 然後你試試看能不能再重新整理好自己 把這個愛重新整理好 然後 知道你現在 在面對的情況跟未來要面對的情況 你要的是什麼 你可以做出什麼更好的自己跟更好的決定 然後你持續給予這個愛的補充 所以我們今天的練習還是一樣 先把你的覺知帶回來 先把覺知慢慢再打開一點 觀察你的呼吸 觀察你的內在 你可以從外而內觀察你的環境 比如說你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專注在感受 你的環境給你的皮膚 什麼樣感覺 對 大家現在就可以開始把眼睛閉上 然後 一樣你們要找到一個很舒服的位置 對 你可以靠牆靠著一遍 放鬆你的腿 不一定要盤坐 把腿也放鬆 那生理期的朋友 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把腳合在一起 讓膝蓋往兩邊打開 就是把髖骨也放鬆一點 然後下背這個地方可以變個到整 然後讓你的身體可以在一個比較開展的方式 好 對來做一個練習 好然後呢 眼睛輕輕閉上之後 你可以先試著觀察你的感覺 這個環境給你皮膚的感受 慢慢地往內看 覺察到你的呼吸 試試看你的吸氣 你的吐氣 能不能用上次的精心基礎 讓它變得再更深 讓它變得再更慢一點 好 你會發現當你的呼吸 越深沉 又緩慢的時候 你的情緒 也會相對的越輕鬆 好 當你把你的身軀 這副軀殼 一起帶進 慢呼吸 深沉 冷靜放鬆的呼吸之後 試著讓你的腦筋 點慢下來 讓你的身體 心靈同步 感覺一切都變慢 感覺一切的覺察跟覺知 都變得很 銳利很敏銳 很清晰 然後很輕盈 那要很輕盈 先試試看放下一心 你不應該拿在身上的東西 你只是專注地 關照自己 你可以先開始幫自己 創造一個畫面 當這個畫面一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放鬆 像我的畫面是 我喜歡蟲浪水 我也喜歡淺水 所以我的畫面是 我走進一個很漂亮的山 五條海邊 然後海很寬 天很藍 甚至沒有雨 陽光很溫暖 然後我會慢慢地走進海水 當你一走進海水往下潛 你的聲音 就剩下自己 所以你可以為自己也創造一個畫面 每次四個畫面出來的時候 都可以讓 直接更放鬆 然後很快地可以帶你走到自我的中心 當你感覺到要越來越放鬆之後呢 我們試一下 打開這根光照 試著了解和明白 你的愛 是可以傳動到別人的 你得先把你自己愛好 所以試著讓自己 從不好的回憶 不好的情緒 跟不好的感受 釋放 關照著他們離開 送他們走 好 當這些不好的東西 你不喜歡的東西 不舒服的感受 離開了之後 輕盈你才會發生 你就像宇宙的存在一樣 你只是存在在那裡 什麼都沒有留住 什麼都沒有掛礙 順著流 慢慢地走 信任這個宇宙的安排 在現在試著 找到那份安心 跟安住 你就可以在任何的 情況裡面也找到安住 跟舒服 就像你的瑜伽練習一樣 在所有的提示 你都找到舒服的安住的位置 當你的身心都穩定了 我們把愛的能力 用在心用在自己身上 好好的愛自己 請你把愛給自己 跟著你的呼吸 一樣自然 你也可以試想 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人生導師 或者是你喜歡的老師 慢慢走到你面前 對你說我愛你 試著接收這個愛的能量 甚至你可以選兩個 三個你喜歡的人走到你面前 對你說我愛你 你可以今天只做練習到這邊 就是練習到 有人走到我面前 跟我說我愛你 然後我放鬆 的完全接收這個能量 去餵養你的靈魂 你也可以 就是當你覺得更穩定了 我的愛已經很滿很滿 難道我想要分給別人 試試看再把愛傳送出去 這次你可以先不用找那個 之前傷害的最神明 這次你可以先試試看 傳送愛到你 你馬上想到的人 好我會幫你留意時間 接下來的時間 請慢慢的 激發心來做個練習 待會時間到的時候 我會提醒你回來 我愛你 記得把聲音先關掉喔 記得把聲音先關掉喔 你要不要抵視你 我愛你 好嗎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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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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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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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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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還好嗎這次 Vila 好哦 Vila要先聊一聊嗎 不知道耶 我沒有太多的感覺 就是 對啊 我沒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什麼 然後就回來 到就是現在 也很中立 對就是 就是我自己一剛開始 呼吸然後 在經驗的就 整個很平靜一直到結束 沒有什麼過程的記憶 好棒耶 我因為我跟我們剛剛聊一下 就是因為聊到最近比較波動嘛 對啊 對啊 所以或許這一小段的平靜可以讓你休息一下 嗯 對 對 那Joanne呢 我中間還是有飄走的時候 飄走兩三次 當然就 嗯 亞洲比較不會去 在裡面罵自己 就想說就回來就好了 就在像老師說重新開始就好這樣子 對 對 好棒 呵呵 那 那個 Eran Aganos 很放鬆 嗯 慢下來 就是很慢下來了 對 好像 其實 好像真的是 平常可能潛意識的覺得 一直告訴自己的時間 所以一直沒有做這些事情 對 其實它真的讓你就是比較平靜 對 嗯 其實你們真的一天裡面可以試試看 就是多多少少花一點點時間 嗯 在一開始的時候你可能會需要這種制約的練習 也就是 欸我至少在起床或者是睡前 或者一整個生活裡面的中間某一個時間 呃 至少五分鐘 然後 你可以射個鬧鐘 五分鐘你就回來了 對 然後讓你自己就是 有機會啊 回到你的 內在 回到你自我中心 至少 有 就算什麼都沒發生 那也是一種美好 呵 對啊 然後你的腦筋 你的身體 你的心 可以獲得充分的休息 欸你相信我這比睡覺還要有幫忙 有時候你睡覺 不是有時候 是你其實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腦波也不是最慢的時候 欸有可能沒睡好做夢 所以你腦波最慢的時候其實是這種時候 就是你的意識還在 你但是你放鬆到很想要睡著可是沒有睡著的那個 那個那個中間 就是下面是睡著 上面是清醒 你在這個中間 對 讓你自己停留在那個中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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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自己眼睛會一直覺得有一個穿越的感覺 有一個光一直移動的感覺 你這是你感你感覺到的那些感受呢 有沒有什麼不好的感受 嗯 沒有 沒有不好的 很舒服 舒服 好 嗯 我想跟大家聊 我也想跟大家聊這個 嗯 大家要知道啊 每一次你在自己進行的時候 你會聽到各式各樣的說法 有的人會有很多形容 比如說像雙鳴他就是有很多形容的人 他就是黃金瀑布什麼什麼 但是我需要我需要了解的是 嗯 我需要讓大家了解的是 有的人是感受會比較多 比如說像我就是那種畫面很少 可是我的感受很多 比如說我只是靜靜坐著 我感受到的是 比如說我這次感受到的是 一個 溫暖跟清明和溫馨的感覺 然後有時候我也會有不好的感受 就是很焦燥或者是很煩 但是 嗯 當然我有練習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現在在在不好的感受裡面 當我覺察到之後 我其實很快就可以釋放掉 然後 嗯 就又回來比較穩定的情況 所以每一個人會有不同的在自己內在 甚至你的腦筋會有不同的呈現 那我們在這裡也試著練習 就是不去評斷 也不用分析就是你看到這些 或者是你感受到這些 有些人是畫面嘛 那感覺就像看到 然後有些人是感受 然後有些人是感受 對 然後有些人是感受 就是試著去享受他就好 然後試著跟他在一起就好 因為他就是你嘛 其實他就是你 對 試著跟他跟這些感受在一起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留著我們試著延續舒服跟愉快的部分 然後試著關照那些不愉快的部分 來了跟離開 然後試著甚至 也可以像Vila一樣 你試著停留在中立的情況 中立其實就是一種平靜 就是我沒有很開心 我沒有很狂喜 但是我也不狂怒 對 就是試著停留在中立 那就是一種傷體 就是一種平靜 對 所以歡迎你可以 你歡迎身體的任何 或是腦筋 或是心靈的任何感受跟情緒 歡迎他來 但是也送他走 就是關照他走 那就是想 就是對啊 當你一開始分析 你的腦筋又介入 對啊 就是他就開始 就是你又上車了嘛 所以這個不只今天是 那些不好的負面跟不喜歡的情緒 不上車以外 也試試看就是 在這些好的東西 當然我們可以試著停留 但是是不是你在進行的時候 也是關照這些舒服跟愉悅 或者是平靜的東西 也不上車 然後試著停留在 其實就是一個存在而已 那你的腦筋其實才會得到休息 因為不用他分析 現在不需要他工作 他去休息就好 你去旁邊 對 所以 就是歡迎他 接收他 有這些 可能你會感覺到這些亮點 所以下次我們可以談一下 你 親吟的事情 就是這些東西你都不應該hold住 對 你才有自由 然後有自由 是愛長大的一個環境 很重要的環境 對 那今天的練習 還有沒有什麼想分享過 大家都還好 好 那回去的練習呢 就是我們下一次進行星期六 那星期六之前 請大家就是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們會放回放錄影在網路上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再重新看一次 重新再做一次練習 然後這一次的練習 試著一樣除了覺察力 覺知的能力 試試看再多放 多一點點在生活裡面 只要你想到你就可以開始覺察 讓你的靜心啊 盡可能的 除了靜靜作折的時間之外 你也能夠有靜心的品質 所以你在這裡這件事情 你就可以Mindful 全身冠軍 然後 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請信任這個宇宙 也就是信任宇宙給你的流 流的意思就是 你遇到的任何事 發生的任何事 就像你呼吸 你吐氣完之後 你就是信任自己會再度吸氣 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這麼自然 沒有任何猶豫跟懷疑 把這個信任帶在身上 信任你現在經歷的所有事情 跟發生 宇宙給你要 不管你覺得是考驗 還是是天頭 就是你遇到 你就順著這個流 帶著信任才有辦法順流 對 順流 才能夠 有信任之後你才能夠找到 放鬆 跟接受 然後 然後你才有能力 好好的 把自己穩定好之後 去面對這個流 所以試試看把這個信任 再找回來 相信這個宇宙 給你的流 就是你要 你要流過的 你不需要掙扎 你跟著它流走就好了 好嗎 好 好 好喔 那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 就我愛你們 謝謝 週六見 週六見 好 抱歉 拜拜 Kimoki 拜拜 謝謝 謝謝